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今個月一號去到山東煙台的時候 提出了地攤經濟的路線 他大讚地攤經濟 是人間的煙火 是中國的生機 只不過不到一個星期 馬上就遭到習家軍的反擊 先是中宣部要冷卻地攤經濟的熱潮 後來輪到央視出了一篇熱評 說地攤經濟不能盲目跟風 不可以一控而上 來到今天 又輪到了北京市委和深圳市委的機關部 分別對李克強這條路線作出圍攻 先說北京日報 他們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 文章的標題就是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 開宗明議 就對李克強的地攤經濟路線予以否定 裏面說到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發展脈絡 發展階段 發展要求和具體情況 地攤經濟是否適合一個城市 就要由這個城市的定位作出判斷和選擇 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堅持從自身實際出發 不能夠盲目跟風 北京是國家的首都 北京的形象就代表著首都形象 國家形象 其實潛台詞就是 你這些什麼地攤經濟 純粹就是下欄東西 低檔次東西和地貓流氓東西 完全上不到大桌 還會有損首都形象和國家形象 這篇評論接下來的一段 引證了我這個說法 油箱地攤會構成城市管理 環境衛生 交通出行等各方面的壓力 而街道壯亂 假冒毅劣 噪音擾民 油箱滿街 堵塞交通 不衛生不文明等 曾經是城市環質 一旦捲土重來 之前的事理成果都可能會付諸東流 不利於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不利於樹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國家形象 即是叫你不用搞了 完全不適合北京 因為北京市 之前才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那些低端人口趕走 現在忽然之間又要搞這些低檔次經濟活動 豈不是把這些低端人口在市裏復活 當然不肯 但這些只是藉口 歸根究底就是要打擊李克強的地攤經濟路線 實情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就是習家軍的重要核心人物 故此 這份北京市委機關部 會有這番說法 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個表態的就是輪到深圳特區報 他們今天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 是否發展地攤經濟要因地制而因誠而異 即是說 緊跟習近平在北京的路線 這篇評論文章說到 發展地攤經濟可能一定程度上都會創就到就業崗位 但他不是萬能若方 發展地攤經濟要因地制而和因誠而異 在行動之前要先從城市發展階段 發展要求的大處、深處、仔細思量 努力做到心中有數 對於深圳這一類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而言 顯然不適而一控而上地發展地攤經濟 即是說 又是對於李克強的地攤經濟路線予以否定 而且還可以在自己面上貼金 說深圳自己是現代化的國際都市 哈哈哈哈 所以這些評論文章 就是要向習近平表忠 故此在這些評論員文章裡所寫的原因 全部都是藉口 他終極的目標 無非是否定李克強的地攤經濟路線 作為深圳市委的機關部 到底深圳市委書記王偉忠又是哪一範的人馬呢 似乎他的馬房色彩不太濃厚 但是在兩年前 他在同一份深圳特區報裡面 曾經寫過一些非常肉麻的標題 就說要將習近平的說話 刻進骨子裡 融入血液裡 落到行動上 嘩 真是骨都被埋 即是說他兩年前 已經很想向習近平靠攏 很想向這個權力核心獻微 實情這類型的所謂評論員文章 根本就是現代版的海瑞罷官 和炮打司令部 裡面寫的原因 有道理好沒有道理好 全部都是要來否定 李克強的經濟路線 實際上就是 習近平根本上不容許有任何人 以言語上或者行動上 去挑戰他的管治權威 因為在黨的十九大上面 曾經作出一個莊嚴承諾 這個承諾就是 確保得到在2020年 貧困地區和貧困的群眾 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所謂兩個一百年的大計 就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週年 在下年的一月一日 就是建黨一百週年 目標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不是建設 是建成 在下新中國成立一百週年 就是要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好了 現在在習近平主政下 竟然間李克強走出來柴台 其實他就是篤爆了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他就是在嘔醒發夢的人 他就是公佈了真實數據出來 就是六億人口每個月只有一千元人民幣 那怎樣全面小康呢 喂 突然之有人這樣柴台 當然就是要找人出來圍攻 就是出來反擊 是不是 豈不是 你是在質疑他的執政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因為在他主政下取消了連任限制 被人說他是終身制 好 當時因為經濟發展欣欣向榮 當然是沒有人出聲 任由你來亂武 好了 沒有到現在 突然之間整單的武漢肺炎出來 就造成了巨大的經濟下行和失業的壓力 現在李克強搞地攤經濟出來 無非都是想在這段艱難的時刻大家頂一頂 盡量是捱到過去 現在習近平否定這條路線 當然是沒有問題 他是一個最偉大的領袖 但是他又有什麼零丹妙要提供出來 當然他不是沒有說過 就是要由這個企業來帶動經濟復甦 無論是國企也好 民企也好 但是這個是相當被動 是好取決於到底外國的經濟活動 什麼時候恢復正常 本來李克強搞地攤經濟路線出來 就是一條很好的下台街 被他去借機說 因為武漢肺炎的疫情太過厲害了 所以這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這個目標可能就有少少的延誤 這樣就可以推躺過去 但是不知為什麼 可能他的部下或者他的顧問 就相當之鷹派 相當之要面子 使得現在就否定地攤經濟路線 好了 地攤又不能擺放了 到底那群農民工在城市裡 是不是繼續游離浪蕩呢 還是趕他們回農村 還是怎樣呢 不知了 反正本來這個是很好的下台街 很好的機會給他推躺過去的責任 誰知道現在又說不行 所以真的很難以理解 到底那些領導人怎樣來作判斷 好了 接著就說說那些非洲國家 那些國家更加在這裡喊窮 因為這個疫情的影響下 就使得各地的經濟活動都沉積起來 這些國家就猛喊中國要求減免龐大的巨債 有一些估計就認為 在2000年至2017年期間 中國政府、銀行和民間的投資者 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大約1460億美元的貸款 當然非洲國家現在喊窮 到底中國有什麼反應呢 原來根據北京一家商務諮詢公司的估算 中國免除債務金額大概只有2.6億美元 即是蚊比和牛比佔了 佔了百分之二都不到 但是到底中國肯不肯去免除債務呢 可以百分之一百告訴大家 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現在只能夠跟那些國家談判什麼呢 就是談債務談判或者債務重組 甚至向這些歐洲國家提供更長的欠債寬免期 總之不能夠將整條數 write off 它 即是不能夠註銷 那條數一定要放在這裡 為什麼呢 中國都面對著兩個很大的難題 第一 就是借給你那塊錢實在太大了 當那塊錢太大的時候 就變成債仔惡過債主了 你看看美債就是這樣 現在的非洲人 當然他們還未曾發作 如果一旦發起窮惡上來的時候 一個國家當然是沒事的 如果五十多個歐洲國家一起發窮惡的話 那就很嚴重的 好了 因為到時候你真的有機會收不回 是不是 到時候真的變了外懷張 那就嚴重了 第二件事 中國是負擔不起 將這麼大的數字註銷 它情願你有多少還多少 不過今時還不到就遲些還 不要突然之間把這條數歸零 否則中國的財政分分鐘未必撐得住 這條數太大了 面那一陣就說估計一千四百多億 實情是多少 因為這一筆數不是公開的 就是中國和每一個非洲國家各自來都可以簽訂 所以外間實際上是不知道實數 故此中國搞這個一帶一路 其實風險都很高 因為這些窮國分分鐘一還不起的時候 那筆錢就泡湯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